很多人说绝区灵的福利抠门,哪里抠门啦? 这不是绝区灵开服给明朝策划下的送了30抽吗? 还加班加点整了个好玩的肉鸽模式,你告诉我绝区灵哪里抠门啦? 人家不就是自己的游戏送的少吗? 那游戏外的贡献你怎么不说? 明朝1.1版本这么好的剧情,惊喜这么帅的特效,场地这么好看的建模 你敢说在压力这一块绝区灵没有贡献三分之一的功劳吗? 所以,我个人衷心希望绝区灵能够越来越好 这样我的明朝游箱就能塞得满满当当 说不定下班的常理我还能白嫖? 明朝是一定不能变得太好的,太好容易伤感情 游箱这一块的营养我们必须拿下 玩笑话说完了,说点心里话 明朝这边出问题了你骂他几句 只要是游戏内存在的问题,酷弱他是真会赶 绝区灵那边开服服力也确实不尽人意 走隔子玩法劝退了很多想尝试绝区灵的玩家 绝区灵的推箱子从二侧被诟病到现在的公侧 隔子里的小电视机特效闪眼睛容易造成视觉疲劳 也就是犯困 如果往大的说这是会诱发癫痫的 绝区灵的战斗是很爽 但制作组没有把他的优点无限放大 反而是在一些微不足道的缺点上面绣了几朵花 比如增加角色的长服状态 专门给肉哥玩法做了一个场景等 这些东西只能作为锦上添花 根本做不到雪中送炭啊 玩法内容不足就是绝区灵的致命缺点 问卷我也反馈了 比如增加联机肉哥玩法或者PVP内容 没有用 起码在提意见这一块没有明朝有用 只能说二游圈不让公开提意见的宗教入脑DO剧还是太多了 最后再次提醒各位 厂商之间有竞争是好事 最起码直接受益的群体是玩家 当任何一方的教徒只会显得你智力 分不清游戏和现实 就像当初明朝开服出世 然后立马到元神那边认主归宗的那些 我反正不敢想象他私底下有多么孝顺他的父母 就这样我是期待小神将 我们下期再见